我们现在继续来介绍黄辉集团的财务报表 这是黄辉在2023年底的损益表 那您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的营业收入 2023年较2022年是成长 营业毛利也是成长 就是我红色圈起来的地方 这边您可以看到 他的税后净利是较去年上升 EPS是646也是叫去年成长 好我们再来看资产负债表 那短期负债是增加 其中短期负债是从哪边来增加呢 就是短期应付款增加 短期贷款大幅的增加 那长期负债也是增加 所以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出 公司的负债是有大幅上升的趋势 再来看股东权益 未分配的税后盈余数字还蛮大的 所以表示公司以前赚了很多钱 放在帐上还没有分配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公司目前还能够配现金鼓励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重要的就是现金流量表 那从营业来的现金流量呢 就是在这张表的最下方 它是大幅的减少 就是现金大幅减少 那为什么会有现金大幅减少呢 主要是存货 存货卖不出去 所以就让整个的这个现金收入大幅的下降 那如果各位有看过我前几集的视频的话 我有说明如何来解读现金流量表 那现金流量表当中 从营业而来的现金流量 就代表这个公司 它的本业是不是有赚钱 而且呢 是不是能够收到现金 所以从这个报表来看的话 它的状况并不是很乐观 再来我们看到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那它是上升的 然后是理财活动的现金流量 也是上升的 然后所以公司呢 在年底的时候 期末的现金以月当现金的余额 叫去年是下降 所以从现金流量表里面 您就可以看到 公司它的现金是下降 那现金主要是来自于财务活动 以及来自于投资活动 但是本业的经营是没有办法带来现金收入 TCH呢 它还是有分配现金鼓励 在2023年的时候 它是-5%的现金鼓励 这个是TCH它的一个内部的公告 所以呢 它最近有公告说 有两家公司的资本额调降 这两家都是它的子公司 那资本额的话 两家都大幅的调降 另一个公告的话 就是子公司跟母公司借款一年 借款的金额不低 约当美金有2000多万 所以从以上的分析呢 您就可以清楚了解 TCH它目前的一个财务状况 那么 那么 然后 谢谢大家